老太太 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老太太 那个我找我儿子 金波 金总编 他怎么锁着门呢 他们人呢 这家杂志社早就倒闭了 人都走没了 前两天还装修 装什么修啊 老太太 这里不允许留人 没什么事赶紧回吧 回 小枣 你给金波打个电话 让他马上回来 怎么了阿姨 我让你打你就打 阿姨 你是不是去过杂志社了 你们想瞒我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 阿姨 没想瞒你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 阿姨你别着急 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我也是刚知道的 那天你让我去杂志社请假去 我到了那儿我才知道 他们杂志社倒闭了 本来这事我是想回来跟你说的 可是当时金波不是受伤了吗 我怕你着急上火 我就没敢说 我能不急吗 这么大的事我还蒙在鼓里 我这边他最烦的就是别人骗我 更何况是我的儿子 阿姨 你别这么想 金波他不是要骗你 他是怕你担心 怕你跟着着急 阿姨别生气了 我能不着急吗 我儿子刚有个正事工作 一眨眼就没了 阿姨 这件事咱们就先瞒着别提了 我们就装着不知道 金波现在挺难的 你看这杂志社吧 刚刚有点起色 就倒闭了 服装店又被人给砸了 他现在压力挺大的 如果你要是再说他 他心里得多着急呀 对不对 我可怜的儿子 我可怜的儿子 这么倒霉的事 都让他瘫上了 你说 多好的一个孩子 阿姨 你别难过了 阿姨你别难过了 你给金波一点时间 你要相信他 他一定会成功的 他一定会好起来的 阿姨 你要相信金波 我的小姑奶奶 终于回来了 去哪儿了 我有事跟你说 什么也别说 什么也别问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跟你商量 什么也别问我 我一定要说 让我先说 我先说 我先说 好 你先说 我恋爱了 我怀孕了 大姐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你 阿姨 金波发信息了 说他店里有事 让你别等他了 你先睡 他不回来 我也睡不着 我等他 你先睡吧 不 我等他 这样 我给你烧刀水 你泡个脚 我买了一种泡脚的药 说是什么宫廷立方 可以缓解疲劳 还可以促进睡眠 我去烧水去了 小总 你也够累的了 你睡去吧 你去睡去吧 你去睡去吧 我不累啊阿姨 你去睡去吧 你不睡我也不睡 我陪你等金波 我点这个 你去睡觉 你睡觉 我睡觉 你睡觉 不睡觉 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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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